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当红韩国男演员朴旭俊 一个是凭借在RM担任常驻嘉宾而走红的韩国女演员全昭明 并且这两人还是尹贤敏 白珍惜恋情的受害者 说起朴旭俊 全昭明 尹贤敏 白珍惜四人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复杂 2013年 普旭俊与白珍惜合作拍摄了 精子轻松出来吧 因为两人在剧中饰演的情侣太过甜蜜耀眼 所以电视剧播出后有关两人的绯闻也随之而来 男方搬到女方居住的小区 网友目击两人一起散步等等 虽然朴旭俊所属经纪公司否认了两人的恋情 直至2015年两人还因为情侣戒指 情侣装衣就是彼此的绯闻对象 而在朴旭俊与白珍惜互为绯闻对象的这段时间里 朴旭俊因为与尹贤敏在2014年合作电视剧《魔女的恋爱》 而相识 并且因为都喜欢棒球而成为了好友 与此同时 2014年全昭明通过郑健浩的介绍 认识了尹贤敏 并且在2015年初发展成为了恋人 这也是全昭明出道以来唯一承认过的恋情 不过因为女方丹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 所以这对恋情只维持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就宣告分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全昭明影贤敏官宣分手的时间与影贤明 白珍惜被曝光恋情的时间存在冲突 所以让外界怀疑影贤敏出轨 白珍惜出轨加第三者插足 2016年1月 全昭明影贤敏通过经纪公司官宣分手 而理由也是如出一辙 两人形成忙碌渐行渐远 于是在2015年年底决定分手 未来会以好同事的关系为彼此加油 而巧妙的是 影贤敏2015年年底至2016年2月 正好在在与首次合作的白珍惜一起拍摄NBC电视剧 《我的女儿情》4月 并且2016年1月 两人还被媒体曝光两人一起购物仪 4月同有美国疑似恋爱 虽然影贤敏和白珍惜时隔一年后 财官宣承认恋情 但种种迹象显示 两人早就打得火热 所以两人的恋情从一开始 就在大量网友心中被打上了出轨 第三者插足的形象 而此后 不仅有韩国网红公开影射影贤敏 插足谱续俊白珍惜感情 导致三方关系破裂 就连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全昭明在RM节目中 表达了这段感情被插足的不爽 比如2020年白珍惜好友韩志恩上RM时 作为全昭明的校友 两人非常尴尬地表示不熟 但是全昭明却爆料韩志恩上学时 身边走势被男生包围 更是直言对方被传不太干净 而听到此言后 韩志恩直接反击称全昭明有被迫害妄想症 更是直接点名昭明跟我一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有纠纷 而在节目结尾时 全昭明更是也直接点名了他的态度 志恩很干净 只是志恩的朋友有问题 这也让韩志恩再次发飙不要骂我的朋友 节目播出后 遭知情网友踢爆全昭明 所指韩志恩有问题的女性朋友就是白珍惜 而被问候过得好吗的 就是其前男友尹贤敏 除此之外 梁士灿和全昭明在RM游戏当然了环节中 梁士灿曾问全昭明你在橱窗拍吻戏时想的是不是某人 虽然节目组进行了消音处理 但是从梁士灿透露的各种信息和一旁众人的反应 不难看出指的就是隐贤敏 而最终全昭明也只能红着眼认输 虽然节目播出后 让梁士灿遭到了观众的指责 但也透露出全昭明至今对于分手一世心存悲伤 所以在看到白珍惜和隐贤明分手的消息后 大量网友纷纷留言 表示了惊讶和调侃出轨获得的爱情果然不被祝福 还以为两人会结婚 毕竟等等 甚至还有一些不知情网友对于朴旭俊 全昭明 白珍惜 隐贤明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八卦 表示大为震惊 但其实抛开白珍惜的绯闻 她是一名很优秀的演员 想必一直观看韩剧的大家 一定不会陌生 出道以来 白珍惜就以清纯 活泼 阳光的形象活跃在荧幕前 她是一位能够挑战多样角色 十分具有魅力的演员 出道以来 更是以不俗的表现吸引着无数观众 演技更是深受好评 相信大家真正开始认识她 都是因为2011年这部大热韩剧 High Kick 短腿的反击 开始的 剧中她饰演借助在志源家的房客 说实话 因为废柴还不上镜 在非亲非故的 学姐的表妹金志源家借助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还是志源的情敌 人设着实很不讨喜 但其实 在看第二遍的时候 也开始慢慢体谅她了 剧中的她 其实就是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生活中 不是谁都能追求理想的 她每天都在为钱苦苦挣扎 却又时刻充满着明朗朝气 而白珍惜 也只是在尽力让自己活下去 活好一点罢了 凭借该剧 白珍惜一炮而红 获得了NBC演技大赏情景剧 喜剧部门人气赏 也由此剧开始 白珍惜正式进入 韩国三大无线台电视剧部门的 演出阵容 开启了她电影 电视剧双花并开的阶段 2014年 白珍惜搭档和志愿 朱振摩 池昌旭主演 其皇后 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白珍惜就展现了不俗的演技 她饰演的女二号 达纳失礼皇后 是一个文威父亲大丞相烟铁政治工具 和元朝皇帝 妥欢政治联姻的角色 白珍惜通过自己的表演 将达纳失礼的直率与狠独展现的淋漓尽致 因为剧中精彩的表现 白珍惜名声大噪 演技更是备受认可 荣获第50届韩国白奖艺术大赏 TV部门女子星人演技奖 但其实爆红之前 白珍惜也经历过一段无名期 1990年2月8日 白珍惜出生于韩国首尔 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妹妹 就读于韩国龙人大学电影影像系 14岁那年 还在上中学的白珍惜 在首尔街头和朋友逛街时 被星探发掘 拍摄了一个清新记的电视广告 由此踏入演艺圈 2008年 白珍惜通过独立电影 寻找送我的人和好朋友 终担任女一号 她获得了第46届白响艺术大赏 电影部分最佳女星人提名 爱你千万次 18 19中 白珍惜也有精彩的演绎 但是直到2011年 白珍惜才凭借这部 High Kick 短腿的反击正式走红 而今年还与安仔贤合作了 真的出现了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部剧算是韩剧的一种回归 用女性观众们喜欢的调性 去讲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 如今白珍惜已经分手回归单身 总的来说 分手也是一种成长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彼此 最后就祝愿尹贤敏和白珍惜 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 找到各自的幸福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